忽颜力挣脱了身上的束缚,眼中却险些要喷出火来,虽然凭借着魂骨硬挡住四级攻击,可是他也被震得一阵头晕眼化, 两名四十级魂师,两名三十五级以上的魂师全力攻击同一个地方,要不是有魂骨在,他此时早已经被击倒在地了。 此时凭借魂骨附加的属性,瞬间挣脱蓝银草束缚,他哪还忍得住,全身骨骼一阵琵琶作响,一双大手直接就朝着最后扑下来的小五抓去。 此时,唐三的群体控制时间已经达到了十秒,向甲宗的其余六人还无法动弹。 如果在这个时候,忽言力不选择攻击小五,而是凭借自己的防御力在抵挡一击,率先帮助自己身边的伙伴解除身上的束缚,那么,今日这一战的局面还很难说。 但是,头部被攻击得昏昏沉沉,已经令他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冷静。 此时心中所想,就是先解决对手。 眼看对方向自己抓来,小五不慌不忙,双脚同时弹起,分别在忽言力的手臂上一点。 论灵活,这个大家伙又怎么能和小五相比? 借助双脚的弹力,小五腾空而起,在唐三的控和秦龙帮助下,瞬间朝空中升去。 小五消失了,但其他四个人此时都在攻击之后,脚踏实地。 此时的忽言力,已经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毫不犹豫地就朝着前方四人扑去。 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那肥胖的身体竟然凌空扑起,全身弥漫在一层耀眼的紫光之中, 直接就锁定了打着他最疼的朱竹青,凌空下压。 身体被瞬间锁定,朱竹青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无法移动,面对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似乎只有硬挡一途。 象甲宗毕竟不像励志一族那样,将所有魂环都选择同一属性,在防御的同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攻击能力。 此时,忽颜利所施展的压杀就是其中之一。 一旦被他这个魂迹锁定,那么对手的双脚就将暂时失去移动的能力,只能选择硬挡。 这也是他的千年魂迹最大的特点,更是象甲宗多代魂尸研究之后,最适合自身发挥的一个技能。 以他们那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再加上自身魂力的作用,所能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只要对手无法移动来硬拼,不要说是敏攻系魂尸,就算是力量型魂尸也未必挡得住。 当然,这个技能施展的前提条件是,对手要在施展者身体十米范围之内。 可惜的是,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忽颜利忘记了一件事。 没错,朱竹青现在是无法移动了,但不要忘记,他的移动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才能控制。 蓝阴草事实发挥,唐三轻松地将朱竹青扯离原位,与戴木白一起扯到一旁。 而精灵和黄远也在他的控制下,直接飞向了另一名还在被控制中的向甲宗地死。 幽冥白虎,唐三沉稳的声音传入朱竹青和戴木白耳中,两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向对方。 此时,他们身上的蓝阴草已经被唐三暂时解除。 这就是唐三准备好的后招,是莱特奇怪最强的两个隐藏能力,一个是唐三的外富魂骨八珠毛,另一个就是戴木白和朱竹青的五魂融合计。 此时,唐三需要控制全场,由他施展八珠毛显然并不合适,而他之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用朱竹青换了太龙。 后招就是这幽冥白虎的五魂融合计。 如果能够凭借空中版流行人锤智盛,固然最好,实在不行,也有戴木白和朱竹青这一记超级攻击。 唐三相信,就算向甲松的防御力再强,凭借一个人,也绝不可能挡住朱竹青和戴木白的联合攻击。 要知道,两人在都提升到四十级以后,他们的五魂融合计也已经随之进化。 轰! 擂台上被硬生生撒出一个恐怖的凹陷,忽然里那庞大的身体几乎是完整的嵌入地面之中。 军裂的痕迹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瞬间蔓延到整座擂台的每一个角落。 可见,这一记压杀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小五,唐三低喝一声,手腕一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准确地飞到小五面前。 小五张口咬住,正是一根奥斯卡最新获得的第四魂迹,亢奋粉红肠,不需要言语去交流。 凭借着蓝音草的牵引,唐三已经给小五指明了方向。 他的目标就是对手中体型最小的一名队员。 此时此刻,唐三将自己的控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在肩部荣发之际从忽延立的压杀中救下朱竹青,同时指点二人施展五魂融合计,再松开他们腰间的蓝音草, 同时将精灵和黄远牵引着飞向同一名象甲队员。 再从奥斯卡手中接过亢奋粉红肠以暗器手法抛向小五,并将他的身体送向对手最弱的一名队员。 整个过程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刻,他已经下意识地使用出了分心控制,三窍,欲知心的能力。 戴木白口中虎啸大作,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就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戴木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 朱竹青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悄然飘向戴木白。 戴木白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瞳合一,手臂张开,影响了朱竹青虚幻的身影,两道身影悄然间融合为一。 一道直径三米的庞大黑色光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一瞬间冲天而起,一声极其恐怖的唬响之声,瞬间弥漫全场。 就在这一刻,不只是看台上的观众们惊呆了,在这唬响声中,就连旁边四座比赛台上正在进行着比赛的各学院队员们动作也迟至了片刻,下意识地朝着黑光升起的方向,看了一眼。 黑光在迫发中消散,同时消失的还有朱竹青和戴木白的身影,就在他们之前身体融合的位置,一只巨大的白虎优雅现身。 白虎通气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正从地面上爬起,满身灰尘的呼颜力。 上一次的幽名白虎体长八米,高两米,而这一次,幽名白虎的身体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体长十米,高三米。 尽管向甲宗的胖子们一个个体型惊人,但在这恐怖的巨大白虎面前却显得那么摇小。 没有像上次出现后,立刻就施展五魂融合剂的爆发能力,幽名白虎破,那巨大的白虎直接朝着呼颜里发起了冲锋。 从它宽阔的背后,一对巨大的羽翼舒展开来,原本就庞大的身体竟然滑翔而至。 泪胜双翼双翼虎,恐怖的威压,连已经使用了魂骨的呼颜力,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上次施展着五魂融合剂的时候,朱竹青还不到三十几,可此时,他和戴木白却都已经超过了四十几。 五魂融合剂的威力会随着施展者的实力而水涨船高。 此时的他们,再不是只有一击爆发那么简单,那巨大的白虎优雅而从容,直接扑向了呼颜力。 此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同时倾现在一个对手的头部,那对手身上的蓝银球龙瞬间敞开,而另一边的小五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同样是蓝银球龙展开,小五全身弥漫着一层耀眼的粉红色。 整个郊区似乎胀大了几分,使着衣袖和小腿处的裤管崩裂。 他极其优雅地落在了象甲中最弱的那名队员的肩膀上。 两只脚以内拔着的形态,夹住对手的脖子,下一刻腰弓发动。 以小五原本的实力,是不足以将眼前的对手摔出的,即使发动腰弓也不行,毕竟对手的体重实在太大,力量又是那样的惊人。 但是,在唐三精确的计算下,吃下亢奋粉红肠的小五,爆发力瞬间提升。 再加上,他比对手还要强上一两级的魂力,对付这个最弱的象甲中弟子正好合适。 眼看着小五那膨胀后,依旧纤细的郊区凌空翻起,带着那庞大的身体直接论出,再重重地砸向地面。 这个象甲中弟子的脖子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可惜,此时吸引全场目光的,依旧是那庞大的幽名白虎,否则,小五这一击,必定会给很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呼颜丽当然不会束手就擒,此时随着唐三魂力的消耗,他的兄弟们已经就要从被控制中挣脱出来了。 凭借着自己高达五百斤的体重,呼颜丽原地下蹲,双臂同时朝着扑向自己的两只巨大呼爪架出去。 作为齐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弟子,对于五魂融合计的特性,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五魂融合计虽然极其强横,但需要付出的魂力代价也是巨大的。 他知道,只要自己能顶住一两次攻击,就算被击败,对手那两个四十级的强者也会因为魂力消耗过度而失去战斗的能力。 到了那时候,自己那些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兄弟们定然会获得这场比赛的最后胜利。 呼颜丽的想法很正确,可惜的是,他还是小看了戴木柏与朱竹青这五魂融合计,幽名白虎的威力。 极高的五魂契合度,加上两人全部四十级以上的实力,和他们五魂本身的互补。 幽名白虎不但融合了两人的魂力,而且有着巨大的增幅,那已经绝不是一块魂骨就能抵消的巨大差距。 别说是呼颜丽,就算是唐三现在和呼颜丽站在一起,两人都使用魂骨,也未必能够挡得住这五魂融合计的爆发力。 两只呼爪同时下拍,轰然巨响之中,忽颜丽是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全身顿时传来一阵宛如爆炸般的疼痛。 紧接着,身下一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凭借着一拍之力,幽名白虎借势前冲,幽名白虎破发动。 只见那庞大的身影,闪电般正面撞上的两名刚刚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向甲宗四十几以上的弟子,轰响再次出现。 那两名向甲宗弟子,庞大的身体,在幽名白虎的撞击下,应声抛飞,直接被撞出了擂台。 也就在这个时候,幽名白虎那虚幻的身影随之消失,露出了同样脸色苍白,身体已经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朱竹青和戴木白。 两人身上附体的五魂都已经解除了。 幽名白虎的攻击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却给在场每一名观众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一找,将胡炎力直接拍进擂台,穿透了上面的花岗岩层砸下去,再以幽名白虎破,撞飞两名已经施展出第四魂技那类似于兵灵附体的防御技能的四十级队员,几乎是一瞬间就瓦解了向甲宗三个最强的力量。 而此时,在精明和黄远近乎疯狂的攻击下,一名向甲宗弟子甚至没能挣脱身上的兰茵草,就已经被敲晕了过去。 而小五也利用亢奋粉红肠带来的短时间魂力附加,硬是将对手最弱的一个给摔得七荤八素,眼看着也是挣脱不了唐三的兰茵草了。 流星人垂与此时全面解除,唐三并没有再吃下第三根飞行蘑菇肠,带着奥斯卡从天而降。 树根恢复大香肠从唐三手中准确抛出,抛入史莱克学院众人手中,七个人围成一圈将最后两名对手围拢在中央。 相家宗弟子的战役很值得称赞,尽管他们现在只剩下两个人,而且还都只有不到四十级的修为,可他们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 很显然,他们也看得出史莱克奇怪同样是强弩之末。 连续施展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唐三在魂力消耗上是极大的。 使用了五魂融合技后,最强的两个攻击点戴木白和朱竹青也暂时失去了使用五魂的能力。 而精灵黄远和小五又未必能够破除他们的防御。 所以,两个胖子对视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地就发动了自己的攻击技能。 和胡言力一样,他们的第三魂技也是压杀。 而这两个胖子分别锁定的对象就是唐三和小五。 小五刚才摔人的动作或许观众们没看清,可身处擂台上的他们却看得清楚无比。 他们可不想自己这庞大的身体被那样凌空轮起,体重大摔得也重啊。 他们那个伙伴之所以被摔晕,并不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住摔打, 而是脖子上的骨骼已经在自身压力的重大作用和小五的腰弓反向用力之下错位了, 所以才昏迷过去。 因此,这两个人一发动攻击,就先选择了他们认为眼前威胁最大的唐三和小五。 对于精灵和黄远,他们相信那两个人的攻击力还不足以破开他们的攻击, 毕竟现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史莱克学院战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从始至终始终没有参与进攻,也没有攻击能力的一个, 可他的存在却令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大的增强, 那就是同为四十一级的食物系契魂宗大香肠叔叔奥斯卡。 恢复香肠的连续使用,令唐三消耗的魂力一直都在补充之中, 虽然消耗巨大,但却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唐三对于向甲宗的判断很准确,防御超强,力量超强,但敏捷低下, 攻击方式少,无辅助后续,无控场能力。 对付这样的对手,只要将对方最强的几个人击溃, 他们必然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没有辅助魂师就意味着减少了食力突然爆发的可能性, 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魂骨那种万金难求的宝物。 唐三与小五的身体瞬间被两个庞大无比的胖子锁定, 虽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立刻落在他们身上, 但此时挣脱了束缚的向甲宗弟子那彪悍的防御力完全发挥出来, 根本就不理会两人的攻击, 硬挺着高高跃起,朝着唐三和小五压来。 被锁定的只有脚,并不代表手不能动。 唐三毫不惊慌,右手一挥,一根蓝蚓草已经飞了出去, 准确地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拉了过来。 与此同时,唐三马不半蹲,吐气开生, 全身白光,疯狂涌动, 已经将玄天宫凝聚于自己双掌之中。 小五和唐三配合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被拉到唐三身边,立刻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动作, 身体倒翻,双腿向上。 此时,他身上的锁定已经因为之前被唐三拉扯过来而解除了。 小五双腿向天,唐三则是双手高举, 眼看着那胖子疯狂压下,两人同时发力。 腰弓发动,小五的双脚准确地点在扑下来胖子的肚子上, 令其下压之势瞬间减缓。 而就在他的双腿在妖弓情况下, 也将承受不住那庞大重力的时候, 唐三的双手已经拖在了那胖子腹下, 恐吓秦龙发动, 正是武术中的四两拨千斤之计。 两人一个41级, 一个38级, 虽然胖子身体的重量和这技能都极为霸道, 但在两人联手并且由小五邀功增幅的作用下, 也失去了威胁。 下扑的力量瞬间变成了横移, 在唐三控和秦龙精准的控制之下, 那庞大的身体横着飞了出去, 正好撞击在另一个即将落在地面的胖子身上, 砰的一声巨响, 而就在这时, 一团黄绿色的光芒悄然扩散, 在两人碰撞的一瞬间将他们的身体束缚在内, 身体庞大的他们顿时成了一对滚地葫芦, 重重的砸在比赛台上。 至此, 整个象甲学院全部七名队员都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诸网束缚那增加百分之百强人能力的束缚, 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挣脱的, 哪怕他们力量惊人也不行, 毕竟他们都只有三十多级的魂力。 当史莱克学院七人再次围在这两人身边的时候, 裁判不得不宣布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第二轮,第一场预选赛, 史莱克学院胜象甲学院。 砰, 贵宾袭上一声爆响, 却是象甲宗宗主天象忽颜镇捏碎了座椅的扶手, 同龄般的大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 他不甘心, 他真的不甘心, 他明明感觉到史莱克学院是不可能破掉以自己长孙为首的象甲学院防御阵的, 可对方就那么做到了。 五魂融合计, 幽名白虎虽然厉害, 爆发力极强, 但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 胡炎镇相信, 以自己长孙胡炎丽为首, 三名四十几以上的象甲宗子弟联合起来, 也不是抵挡不住的, 只要化解了那五魂融合计, 这场胜利根本就毫无悬念, 可就是这样一场被他认为不可能失败的比赛, 象甲宗还是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失败? 别说胡炎镇不明白, 就连坐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也愣住了。 虽然史莱克学院的七人中, 有四个人实力超过了四十级, 可是象甲宗也有三个人达到这样的程度, 而胡炎丽又使用了魂骨, 按道理来说, 足以弥补武魂融合计的差距, 再加上象甲宗七人所拥有的武魂, 都是顶级武魂钻石猛马, 整体实力明显要强过对手, 可为什么他们还是输了呢? 宁丰志的脸上此时已是满面微笑, 看着比赛台上正在欢呼胜利的史莱克学院奇人, 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在他身边的古豆罗此时也是眼睛大亮, 喃喃自语道, 好一个疑点破面, 扬长臂短, 团战中控制起魂石的作用, 果然为力无穷啊!